嘉宾他还没到 就是马上就到 可能从哪个地条 在自尊路往后走 肯定要走 张七连女士 从这一经会 中国去主干 这位是中国日报的记者 朱林勇 这个是我的师兄 史强志 今天我们 给我们做讲座的是 我的书哥 王振隆 他在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非常有研究 太极拳 他跟我老师 以前后可能学了二十多年 权理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希望大家能好好听 有一些跟我们一起学权的同学 你可以把王老师讲的 和你老师教你 在具体练的时候 可以互相印证一下 好 下面我们欢迎王老师 咱们这次讲座 不允许摄像 就是 那是我安排的 除外 别的 请不要摄像 还有 也不要录音 拍照片可以 谢谢 好 好 首先欢迎大家的光临 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大家 我已经站起来 坐着呢 后排看不见 咱们今天讲啊 主要是把我师父交给我们的 一些道理 还有工法 还有我的理念 大家说一说 帮助大家学习太极拳 认识太极拳 练好太极拳 今天讲的是四个平衡 第一个就是神式太极拳 第二个呢是 怎么练好太极拳 第三部分是太极拳的寂寂 第四呢 顺便讲一下太极拳的养生 首先呢 讲一下这个 什么是太极拳 这次五魂杂志 这次五魂杂志 大多数人都看了 那个就是介绍我师父 跟陈兆奎师爷 具体全的经历 大致的经历 那里边啊 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说 在那个 拿那个宇宙来比喻 在早先呢都是 全是灰尘 宇宙里全是灰尘 等到一定的时候呢 中心就会有热 一团的热 里边是热 外边冷凝 然后 浓缩到一起 就是 开始呢叫混沌状态 然后凝聚在一起 慢慢的就 形成了太极 就是圆极 然后生太极 就形成了 我们这个地球 说的就简单 你们回去呢 认真的 可以看看这七的五魂 五魂杂志 那上面写 我先说说啊 什么是 太极 太极呢 就是 练的时候太让人着急 很慢 但是这个太极啊 非常的有努力 因为它形成的比较晚 综合了大概 一两千年的古术的经验和理论 最后凝聚成了这种太极权 是非常高级高等 你按照科技水平来说呢 就是越往后发展的越高级 对吧 就是说有形的人些 越往后有高级 无形的呢 那是很早 咱们说在 六千五百年前就形成了 那时候发现了一个古墓 一个人 就骨头躺在那儿 然后拿那个蚌壳啊 蚌壳塑了 一个青龙一个白虎 就是说在六千五百年前 就形成了青龙白虎 中确玄武 这个概念 中国最早形成了这个概念 在六千五百年前啊 那么 咱们真正的就是说 中医那边 黄帝内经 还有老子 庄子 乃至于后来佛教才两千五百年 就是说 不算佛教 光说道教 还有中国传统这文化 是经过六千五百年 因为有了这个文化 那肯定前面还有一些个传承啊 那起码这个七千年前 就得 就形成了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根基 到了 两千五百年前或者三千年前 那就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积累了 所以说中国文化 远远流畅 这是一个证据 因为那个棒壳 咱们做碳十四 检验是六千五百年 这是绝对不会假的 所以中国文化 国大精神远远流畅 咱们这有证据 那么下面呢就说这个 说太极拳 太极拳呢是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应该讲八十五百年 那么 先说说啊 中国文化 这就是和太极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你要光说太极 一极升太极 太极升两一两一四像 八卦六四卦 三千多卦 是吧 在无边无际 说的呢 就不知所以然 还有的能人说这个哲学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记住了哲学不用在实际上 没有用 除了狡辩以外 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学了哲学 你必须用在实处 那么在武术上 武术呢 中国的武术最早 就是 也就是一种基地 看外国那些电影 拿着刀 拿着棍子 火的金光就这么蹲 乃至于现在的拳击也是 就这么直拳 看国务权 是吧 就这么大 谈不上太系统的东西 那么中国的这个系统呢 就是从这个文化 文化又是什么呢 文化又是什么东西呢 文化啊 说的全是人 人的思想 人的道德品 那么按现在来说呢 可以算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平常生活工作习惯 习惯有了 好的习惯有了 工作上 生活上 学习上不动胆子 抬手就来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你可以边说话 边骑自行车 不会因为说话 就车就倒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骑自行车这个技术 是前面练了 开始学会骑自行车 后来天天上班上学 练成了 对吧 哎 这就是素质 或者说 就叫道德 道就是 骑自行车 正确骑不摔倒 这就叫道啊 啊 能去哪个地方啊 甚至于 这个车技 车感很好 就算得了 遵守将军规则 就叫德 这叫道德 这都是落得实处 不是一个道德 这是什么东西 没那么 没那么 虚无缥缈 那么这个啊 我说的这个前提 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人 有坏习惯 坏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形成了 会影响你工作学习 那么 你经过老师的传授 坏习惯一点点的改了 变成好习惯 而散漫的习惯呢 去掉 做事都很 注意力很集中 那许多的东西 学一遍看两遍 不会了 你要是不集中呢 学二十遍一百遍也不会 所以呢 就是散漫的习惯相当于宇宙的灰尘 就是在混沌照 很乱 但是呢 有了这个热 就是一种凝聚力 这个凝聚力是什么呢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 专注力 干什么事情 专注在这上面 一点散漫的心都没有 在那个孔子里边 就是学的是六意 六意里边有射 射箭 对吧 射箭目的是什么呢 孔子说的很清楚 并不是说看谁射的嘴 很散 就是 能够把弓拉开 呼吸 力量 全都 还有站的姿势很如法 这是最基本功 再往下 眼睛看着马上走 旁边有谁夸你 损你 侮辱你 全都不听 叫庞若无人 然后这样射出去的箭 没有不中 如果射不中 一定是你分神 天心 不要赖别人 不要赖旁观者 要找自己人 肯定是你分神 动用稍微偏 一定是这个 所以这个古代人呢 就是 咱们有一种理论 叫天人合一 对吧 天人合一 天就是道 人就是我怎么样 像天的那种 原理去 按照他那个原理去做 这叫天人合一 那么 咱们陈诗太极拳 从梁师傅这往上 我们就叫师爷了 陈赵奎师爷 他举的这个例子 也是天人合一 回去你看我文上面写的 道理是天人合一 一下子 一下子看不懂 我呢 现在给大家讲解 就是 思想什么 就好像宇宙一些灰尘 那你注意力集中了 就好像地球有了热 能够凝聚 里边是热 外边是冷 冷 热它有温差呀 是吧 有个温差 那么里热 里外才分得清 外边冷 就往里边收缩 热 就是往外膨胀 然后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 阴和阳就是 看起来 这个还是在说道理 是吧 咱们接着刚才 那个射箭那个道理 接着说 就是 你已经这些动作都做好了 精神 心理也做得很好 那没有射不动 那么这个精神和身体 都做到了 这个就是一个凝聚的状态 那你做事 射箭就能射得中 做事就很稳妥 这就是生态的 这就是天生不英零的道理 可能说的还是不够清楚 是吧 那么 从这个 太极拳的练习来说 就是平时我们 生活中养成的一些习惯 这个习惯怎么养成的呢 偷懒养成的 比如说提一桶水 一提 嗯 这么拿起来 对吧 可是咱们呢 就这么一提 嗯 没拿起来 用肩膀 哎 一提 是吧 哎 端着这个腿呢 直不直 弯不弯的 然后这个肩膀端着 反正离了一点地 就 就这么抖 是吧 弯着腰在那边 干 一干干二十分钟 把腰给伤了 以后干什么事啊 也不是说伤了 他不伤 他干什么事也懒 也爱趴着 就举这么两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吧 坏习惯就这么形成了 那么这个习惯形成了 也没关系 生活中反正我把这东西拿起来了 把这事干完了 也就拉倒了 但是呢 你要用在古术上就不下 用在古术上都是使劲往上拔 或者趴着往下摁 那你往上拔的时候 人家一推一打 你就往后抖 是吧 你要把别人拿住 你往前去趴 人家顺势一拉 你就是一嘴干你 所以呢 就是 往常的这些个 动作习惯 都是错误 对于正确的 使用身体的各个关节和肌肉来说 咱们养成的习惯都是错误 这也是致造成疾病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由肌肉不正常的运动造成的疾病 另外呢就是思想上不正常造成的疾病 咱们这里不谈 说到这一步大家也能明白一点 所以呢 就是咱们平常打人都是使得这些个干活的将劲 这个劲是没法打人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 那就扯在一块吧 你揪头发我抓一领 是吧 然后使劲儿让人让人等着别人来劝架 你真打人的话咱不让人 对吧 咱让那个对方叫唤起来 这才是打到目的 别到时候你打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使劲儿叫唤 肯定就 就不是打人了 是吧 就不敢打才能叫 所以呢就是练太极拳的时候 开始练这人这么笨 是吧 简单的一个动作 往这会儿这个动作这么一推 他非得弄成这样 是吧 怎么纠正纠正完了以后 哎呀累死了 又这样 纠正完了 又这样 对吧 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这个习惯 我勾勒什么东西都缩 不错了 所以我给这些个帮助师傅教 教拳的时候呢 着急 你怎么这么笨 急的就给他一巴掌 师傅呢 就 杨老师啊 就说 你这么做不对 然后说这么笨 你看我跟你学拳的时候没怎么笨呢 是你 你什么聪明啊 对吧 别人不行啊 对吧 早些你不也笨 是吧 就是说师傅讲话 就让他们先练 一遍不行 学第二遍 一遍一遍的改 聪明人改三遍 不聪明人改五遍八遍 反正呢 总能练出来 这叫把筋给撑开了 而这个筋撑开了 不是咱们压毁那种陈移 啊 是用各种的动作太极拳的八十三式 一点一点的交 啊 动作慢慢协调 可以意思 协调 啊 动作平衡了 坏的习惯改了 这样就练好了 啊 尤其这三四年前 在这儿上教拳的时候 师傅在这儿教拳的时候 一看这个这个肯定练不出来 哎三年后一看 哎 那动作还真不赖 啊 啊 说明天天在这儿练 谁都能练出来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经常的练啊 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拳上 好好的学 同时回去也练 练的时候就这个动作 你不能走样 啊 走样回来再给你纠正 纠正了 回来一点一点的做 就像散漫的这些灰尘 慢慢凝聚在一块 是吧 凝聚在一块呢 手是手 脚是脚 腰是腰 腿是腿 这样呢 就形成了日月星辰山川大海 是这么个比喻 这么讲 这个五文里边说的那比喻 大概能明白一些了吧 天人合一就是 取像敌类 取一个像 取那个大家都看得明白的那个像 来跟你说明问题 还不懂 笔 那就笔类 什么叫笔类 同一类型的事 你这个不懂 我拿你懂的那个类型 跟你这比 一比 哦 明白了 但是明白了不行 你得练到身上 光明白了不练 你连把事都不说 啥把事都不说 对吧 干了活还是 还是能拿肩膀 然后呢 耿着脖子使劲提东西 所以就是必须 有好的老师 来教 好的老师教 教的很准 你才能够把这散漫的那些个 坏的动作 如果这个老师不太好 传承也不太好 他做的这个动作呢 本身这个动作往这一放 沉浸坠走 而他呢 就这样 对吧 胳膊端着胳 端着肩 直着胳膊 老师这么教的 你再练 你练不得 你必须得有好的老师 有好的老师 然后再加上你的结婚课 才能练处太极 但是现在呢 说到这儿 太极还是没说 是吧 但是呢 说了第一步 第一步 大家记住 平常咱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 无极一生太极 对吧 那咱们就得先说什么是无极 无极是什么呢 就是 把那个灰尘 散乱的灰尘 全都凝聚 凝聚在一块 里边是热 外边是冷的 这是第一步 像无极 那么对于动作来说呢 就是散漫的动作 乱七八糟的那些个 不符合 全力不符合生理的那些的动作 大部分去掉 练拳的时候 沉间坠走 头领着劲 身体下去 又不怕又不痒 腿呢 站得很稳 这些 接近于 无极 那什么叫无极呢 无极就是 没有突出部分 就是一个圆子 什么叫突出呢 比如说在这一坐 端起一个尖 就突出了一部分 是吧 屁股一撅 突出了一部分 这都要有极 这么讲听明白吗 啊 或者呢 站的比较高 往这一站 还歪了一点 反正就是 有偏 有乙 都叫 有极 啊 就是有突出部分 太极有十三世 听说过吧 太极十三世 说这个 陈氏太极哪来的 张三峰那来的 张三峰有 太极十三世 太极十三世 张三峰确实创立 他那十三世 什么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 各种动作 但是呢 陈氏太极 就是陈邦亭 发明的 这个毋庸置疑 不要说张三峰 是吧 因为他叫陈氏太极 肯定就是陈邦亭 这么简单 是吧 而且呢 十三世是什么呢 彭旅几岸 踩列走靠 这么八个吧 然后 进 退 进退 然后左顾 右盼 这是十二个吧 还有一个 中定 这是十三 这是太极十三世 并不是张三峰 创立太极十三个动作 他那十三个动作 相当于 《唐谋一金经》 尾足献处十二世 你说那十二世 能是跟太极有关吗 或者跟少林权有关吗 是吧 他那是舒展精气 舒展藏妇之气的各个动力 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解 就是说你往这一站 一站 藤驴十三世全都有 这是什么呢 比如说头领的劲儿 中定有了 是吧 身体保持中正 这是中定有了 最基本的 有了 手往上一抬 平常咱们练的那个 板扎衣 或者是板扎衣往这个 六峰四壁走的这个过程 往这一放 这个胳膊肘 胳膊肘往外 这叫疼 看清了吗 疼 疼是什么呢 帮助劲儿让敌人进过来 这么圆的 盆驴 身体稍微一转 就是驴 对吧 盆驴稍微一转就有 但是我不转 我就这么捧好了 腿呢也捧好了 腿向外站好马步 肌肉向离骨 外内的劲儿都有 然后盆驴 这有了 右手是盆驴 盆驴加上这劲儿有了 左手呢 脊 脊 脊和按 是同时做的 但是这个呢 一转 身体略微一转 彭驴就有了 脊按 同时 那彭驴是阳 脊按是阴 怎么就太阴 是吧 这个劲儿都是对称的 没有说彭驴 弄完了 然后再再脊按 是吧 那个散劲儿 都是犯技能 彭驴结案 彩列肘铐 彩 这个手 放好这个手的姿势 不能就这么手 再跟那个大熊掌似 真像熊掌也行 像那个晾肛的猴管似的 是吧 那就不行 是吧 这个是彩 彩 彩是什么呢 这个手 能把你抓住 让你跑不了 就彩住你 像彩这个果子一样 彩 彩 彩 然后加上一点劲就是力 然后这边肘 还有肩上的靠 自然就有 做好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感觉着他要往哪边去 或者周围还有没有人 那么左顾 顾着点左边 然后想着点右边 好顾右看 同时呢 这个感觉到他这个劲儿要来 还是要跑 那么 听好了 我这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是进和退 一进一退不就是一阴一阳了 对吧 像刚才彭吕是阳 挤暗 暗是往下的 是吧 挤和暗是属阴 或者你属阳的那个属阴 都一样 反正是同时 就像个连通系 是吧 左边前面降了 后边一定升 没有光降不升 或者升 那边自然就降 才能转进来 是吧 就像那个车把 骑自行车那车把 往这边转 这边走了 这边自然就跟着了 是吧 没有这边一动 这边再走 没有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是太极就是 阴动了阳 已经跟着这个 同时就动 阴要是 阴要是动 阳同时就跟着走 所以练太极拳呢 就是练到这个无极状态的时候 将要动 这些你全都能照顾到 这时候才是生太极 你平常往这一站 脑子还想别的事 胳膊呢 一个端着尖 一个往下沉 或者俩都端着尖 连无极都躺不上 是吧 无极是什么呢 就是一点突出步都没有 你想进进不来 你想跑又跑不来 是吧 我想进就能进 想退就能退 我往这一站 就是一无极 你只要一动 我这太极没出 这是做的时候 但是你要练呢 能练到四面八方 这十三个劲 在这每一个动作上都能表现出来 这时候才成无极 所以说练太极别太着急 别练太极 讲到这儿 无极生太极 就大概说完了 我再总结一下 天人合一 先说天 就是外边这个灰尘 都是散乱的 然后你注意力集中 就是中间有热 就能吸 产生温差 外边是凉的 就能够凝聚进来 凝聚进来 里边的热往外走 外边的冷 往回收 这个劲凝在这儿 这个时候叫无极 那么对于咱们练拳来说呢 就是把你这个散乱的劲 通过注意力集中 然后动作极为准确 极为准确 动作极为准确 老师教的那个定势 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到这个时候 你才能出不达到无极 等这些都有了 敌人对手 打不进来就跑不掉 这时候你就可以随意了 对吧 敌人进来的时候 不是彭履 彭履还是踩列轴铐 还是什么 只要你跑我就打你 你进来就摔你 引进落空 对吧 这么一讲 大概能明白一些了吧 天人合一 有时候天人合一 你这老师你这 跟我讲宇宙干嘛呀 现在这么一讲 大概明白了吧 并不是说咱练太极 把宇宙之气全给练 那你说天下一大帮人都在那练 那宇宙会乱了 是吧 我练 让宇宙这样 这就不是一个宇宙 这宇宙是自身的一个小女生 小的天地 你这个小天地 散乱的这些习气 都消除了 全凝聚 动作都非常准确 完全符合 老师师祖教的理性 这些个方法和原理 你呢才能够初步的达到神 无极的时候就是出去不吃亏了 但取胜不容易 你等无极这些都有了 这些个劲儿开始练得非常的吃力 哪一个动作都不敢丢 这时候啊 平常你一练一天二十天全没问题 你要明白了这个 一下十个动作练不下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紧不得西宋宇宙 到的经历 整法 等再练 练练练练 练到一定时候 这些个动作 都非常的熟练 熟练了以后呢 就像咱们这个肌肉 咱们走路 走路的时候不费劲吧 但是你自己拿两个手 摁着自己这两个腰 或者捏着你的屁股 或者摸着你的头 尤其是这两个腰 你走路的时候感觉 持肌肉一紧一松 对吧 那么难道不用劲吗 不用劲你怎么走起来呢 但是确实不感觉累 走路就是不对 跑步干活肯定 但是走路不累 但是这个走路是你小时候妈妈领着你 一点一点学步 练出来 你开始练的时候老摔 抬这腿又想抬那腿 那腿抬起来这腿又迈不开 慢慢地练出来 经常摔一次 妈妈给你扶起来 摔一次给你扶起来 那么你在这儿练太极呢 就是你练的不对老师给你纠正一下 练的不对给你纠正一下 这跟妈妈交孩子走路一样 对吧 他开始走的也费劲 你们现在练的时候呢 哎呦 这老师一掰好这动作累的不得了 老师不来掰 我自己找一动作就不配了 但老师一掰就累 为什么 因为你老师懒劲不用这个正劲 不用正劲的那肌肉就没练开了 对吧 所以一下就累 但是你必须得让他累 按照老师教的这个作品 就得累 累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肌肉长得结实了 而且以后你只要做相应的动作 这几个肌肉 很自然的 按照步骤的去紧张收缩 反正动作就完成 这时候就不累了 所以太极拳是用劲不是不用 是要用力的 但是这个力呢 就是这种僵力着力 老师让松的是着力 老师把给你这一把松 松下去松 你这松松松松 刮劲破地是吧 是吧 把那个着劲不对的劲松掉 但是呢还得站好了 老师按你那儿松 你就那儿松 松不下去 注意 就老师走了 我就注意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儿松了 你这老师一走 或者还没走呢 腰起来了 那你练不上 你这样的话 一辈子 十辈子你也出不了 出不了 练不出无敌 必须是 老师这么做 你就再来也得这么练 不这么练 这些肌肉练不出来 而且不这么练 那些紧张的肌肉 老爱用的那些个动作 就放松不了 所以练太极 达到无极之前 就是一个放弃过去的夺力 重新练成新的力量的一个过程 以前我在农村呢 贴书告示 说我要交叹极拳 附近的邻居就说 不能这种村里的孩子就爱打架 就爱打架 你这一类教孩子练拳 这不都会打了吗 我说你放心 你放心 跟我学拳 尤其是学太极拳 你练到 你不练 拉倒 爱打不打 跟我一练 想打架就打不打 为什么呀 过去那劲 不知怎么使劲 心的劲还没练成 这村里人就不打架了 打不了 你打的不知怎么使劲了 还不如原来那乱打 举了这个例子也能明白吗 就是放掉过去的那个 懒劲 着劲 练成新的这个正确的力量 正确的 不是力量 就是劲的 放过去的着力 练成新的劲 这是老师讲的 力是什么呢 就是有多大力 那么实力 劲是什么呢 是几块 几组 多组的肌肉 你想完成这一个动作 哪个肌肉先动 哪个肌肉后动 这么一顺序 这一顺序做出来 必须做得很准 怎么能准 怎么能发现问题呢 那就是 脸能慢 是吧 越慢 越能发现问题 越快 越发现不了 你 甭说你发现不了 老师都发现不了 对吧 所以太极拳 特点就是慢 你看少林拳 为了纠正动作 你都是慢的 并不是说内加拳 外加拳 咱们练的内加拳 外加拳 你练内加拳 你练人家练十年 你抓身体了 是吧 人家好老师 你是侧的老师 都练半年 你说人力啊 他就问了 好好练拳 不去跟人争兄斗 话说回来 把这些个劲儿全练好了 以后一加速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转的 原来是慢慢慢慢这么做 这么转一圈 然后后来再快一些 再快一些 最后一圈 不就是一个弹着劲儿吗 对吧 咱们现在人呢 就是一看老师 嗯 做了一个动作 我也跟老师呢 哎 做了一个圆子 是吧 他呢 哎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你看我也发力了 这就不对了 你必须得慢 因为作为老师呢 也不能提前的 给学生看 怎么发力 你一看学生 自然就练发力了 啊 就不踏实 被教学 就能当努力了 讲到这会儿 大家能明白一点 无极生太极了吧 哎 那太极生两仪 两仪四相 四相八卦呢 那就不是咱们说的 啊 我现在才是 才是刚到无极 啊 我这劲儿刚整 练实用动作 练不下去 当然后来也没踩进之类 啊 但是呢 能知道一些 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动作 基本的动作全都有了 啊 以后呢 想往左 往右 往前 往后 这些的动作 就自然的 就自如 进退自如 因为你 做的时候 啊 十三个劲儿 基本都有了 只是 向前向后 向左向右 啊 只把这个动作延长 不就生太极 太极呢 太极就是一左一右 啊 左右相随 这就是太极 左右相随 然后进退 啊 正面 前后 左右 这就是四相 对吧 同时呢 左四十五 右四十五 前四 左左后 右后的四十五 这不就是八方面了 是吧 这八卦就出了 它是硬这个向 并不是说 我哪个动作对离 哪个动作对坎 不是那个意思 啊 只是 取向 鼻类 大家能明白这个 别非得说我哪个动作就是 但是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有这个趋势 就是迅挂 啊 趋势都已经完了 很张扬了 那就是鼻挂 就是火 是吧 这个不是说 非得是哪个挂 哪个挂 这么走 我练的时候是变化无穷 既然是变化无穷 那就八卦 再生六四卦 怎么都行 像我老师以前说过一句话 杨老师说过 就说你练太极 八十三式 还有二路 二路冒锤 练完了 这这么多式子 怎么对付啊 师父就说了 练完了 没那么多招 就一招 你来了 啪 就是一下 或者 就是一下 完了 进 你来了以后 转的同时 就打了 这一下 不招不架 就是一下 一犯招架 就是十几下 或者几十下 那成龙啊 廉洁 那些片子 为了好看 就是牢在那打 踹一跟头 打一拳 他还起来 接着给你打 真的给这 塞邦子一拳 他还能起得来吗 是吧 给你们 你们回去 你现在你就试试 照着塞邦子打一拳 是吧 你自己有分寸 你一打 你就知道 没法再上了 说到这儿 大概明白了吧 把这个 无极生太极 就用这个练拳 还有这个动作 就大概说了 明白一些了 就是说从道德上来说呢 就是你把 首先把坏习惯去掉 好习惯逐渐养成 这也是 从这个散乱 往无极上变化 无极上有了 你自己有了 道德规范 有了规矩了 然后在这里边 从心所欲 从心所欲是什么呢 就是太极两极思想八卦 你怎么做都行 但是不欲 从心所欲而不欲 彭子说的 对吧 那你连太极也是 你先这个彭履极案 财猎走靠 这思正思愉悦 这些劲儿全都有了 立身也中正 这些你全做到 这就是规矩 这规矩有了 你再从心所欲 去练 去打 什么都是偷偷失望 如果这些你不懂 没好好练 连无极都谈不上 更何谈太极 所以前去年不是有那个武林大战 武林大会 不是有太极圈子 人事太极 你看他个个上去 要么就是蛮力 要么就是摔凶 对吧 没见着一个有缠私劲 这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传授的问题 还有练习的问题 这个第一个话题 就讲到这儿了 什么是太极 大家明白一些吧 这个讲完了 到一段落 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这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这儿是讲的有点语无伦翠 如果哪个地方你没听懂 我再问一下 王老师 就是您刚才讲那个无极 这段我听听了 但是无极而生太极 就是那个太极 是什么我没有听听过 谢谢